歡迎各位觀眾收看 流行到此 有調查發現 不少疾病都有年輕化的趨勢 而心臟衰竭就是其中一種 心臟衰竭的成因非常複雜 而有心衰竭和左心衰竭的病徵都不同 心衰竭左邊和右邊有什麼分別 不如我們請教一下 心臟科專科醫生, 曾振鋒醫生 我們講解一下 曾醫生, 你好 歡迎你, 曾醫生 請坐… 曾醫生 心臟衰竭是一個什麼病? 心臟衰竭是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它作為一個泵 將身體的血液泵到身體不同的地方 供應一個氧氣和氧粉 心臟衰竭的情況 就是因為心臟做不到這個功能 泵不到血 導致各種症狀出現 這個現象就叫做心臟衰竭 我們知道心臟有左右兩邊分 其實左右的功能分別是什麼 我們的心臟有分左邊和右邊 其實我們右邊心的主要作用 就是身體其他地方的血液用完了 我們的右邊心就收集血液 然後泵到肺部, 吸取氧氣 然後進入左邊的心臟 經過左邊的心臟 再泵出大動物的血液 供應給身體的器官 提供一些氧氣 醫生, 當左心或右心出現衰竭的時候 患者的病徵會否不同 如果左邊和右邊的心臟衰竭 我們會有一點症狀的分別 如果左邊的心臟衰弱的話 症狀來說就是 如果心臟吸不到血液到身體的器官 就會像貧血一樣 可能會累, 眼睏 會有點暈的感覺 另外, 如果我們的腎受血不足 水分排不走就很容易有積水 如果左心泵出血的能力差 血會滯留在肺部 肺部會有多餘的水分 有積水 我們會覺得氣喘, 不夠氣的情況 右邊的心臟是收集血的功能 如果那個功能差勁 我們周圍的血都很難滯留 也會令我們有腳腫 甚至有肚臟的情況 那會否左右邊 在哪一邊會出現心臟衰竭 通常來說, 如果有問題的話 左邊會先出現問題 因為我們左邊 多數都是受到血管的問題影響 多數因為觀心病比較普及 所以左邊的心臟會受影響 兩邊會否同時出現心臟衰竭 兩邊同時出現衰竭的情況是有的 例如是一些系統性的問題 例如是一些心肌發炎 例如我們有一些感冒之後 然後出現一些發炎反應 兩邊的心臟都會受到影響 另外就是一些先天的問題 一些先天性的心臟發大 也會令左和右的心臟受到影響 那心臟衰竭是否有等級之分 沒錯, 我們會用紐約心臟學會的等級 根據我們的徵狀分析這個等級 第一級就是我們日常生活 不會有任何限制 做什麼都不會有任何… 沒有感覺, 但已經是一級了 對, 因為我們的結構上可能已經有些改變 但我們未必有明顯的徵狀 到了第二級的時候 我們日常生活也未必受到影響 但做一些簡單的運動 例如跟我們平時做的運動比較 可能做的短時間 已經開始覺得有吃力的感覺 可否具體一點 怎樣短時間會令我們覺得吃力 例如我們平時走開三層樓梯 如果走開十多級, 也會覺得有點困難 開始喘了 這就是一個比較 跟之前不同的, 開始有徵狀 到了第三級的時候 我們平時的生活也可能有些影響 例如一些簡單的活動 例如家務, 去洗手間 或在家裡吸塵, 也會覺得吃力 這個情況真的要多加留意 很嚴重 沒錯, 如果去到這個地步 也真的要看一看醫生 到了第四級的時候, 會更嚴重 平時的常生活做不到之外 其實下床、在家裡逛逛 也會覺得氣喘 這個情況比較嚴重 如果再不處理, 就真的可以很危險 吃飯會否氣喘呢? 會的, 是的 那你可否說 有甚麼人是高危的一族 幻想這個心坐水鐵 我們平時都說年紀較大的時候 一定是危險程度較高 60歲以上真的要留意一下 但如果平時已經有風險因素 例如已經有糖尿、血壓 膽固醇或觀心病這些問題 他們就更加屬於高危的一族 一些肥胖的人士 或者真的經常有喝酒的人士 他們都會幻想這些心衰竭的機會 會比較大 明白, 針對心臟衰竭 目前有甚麼檢查方法? 對, 如果根據病人的病徵 以及他們的症狀 我們檢查過 有腳腫或聽到肺炎 可能有雜聲的時候 我們就會懷疑他有心臟衰竭的症狀 我們可以做一些檢查 去確認一下 簡單地可以做一些血液檢查 血液也可以告訴我們 心臟是否有壓力 另外一些深入的檢查 我們可以做心臟超聲科 可以實時看到心臟的動作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 心臟的結構是否已經有改變 會否是因為心反的問題 導致心臟衰竭 所以超聲科是一個很重要的檢查